聊聊荷花图,不得不提的就是剩下图了,是目前中国大写一花鸟画首见最大篇幅巨作,这幅画面积大概是22平方米,相当于两个公交车的面积。 作者为饱受苦难,又坚强不屈的大写一花鸟画艺术宗师李苦传先生。 此画画有盛开的荷花水鸟及山石,花如盆,叶如盖,构图气势磅礴,静看好像身临其境,风起鸟鸣,远观主刺分明,美景不散。 而一般人如果遇到大篇幅作画时,常常因为自己站在画里,很容易就不知不觉地画得千篇一律,没有中心重点了。 在观此画,纸外好像还有更多的美景,那面不断延伸更远之处,给观者盖来更多的美好想象空间。 枯老作品无论笔墨浓淡,均以深厚的书法功力写出,护重不漂浮,用色也十分讲究,清新淡雅,不杂乱,画法有传承,有发展,是真艺术宗师。